用那個Sales4來 因為之前我們有兩列 我把它刪掉 所以那個列數會少2 那這個當然自己調一下 其他應該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會輸出的話 結果 所以 輸出特別注意 為什麼我剛剛講就是說要把那個VBA浮動 主要的好處是說你執行之後你可以馬上看到結果 你就不用這樣切來切去 直接可以看到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邊呢 輸出到第幾列 有沒有 從哪邊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的東西串完之後 它會丟到前面去 所以它的基本的那個邏輯大概是這樣 就是後面的東西 串接完之後 會把它丟到前面去 所以這個等號 在這邊不是你以前想的 你以前那個小學數學那個 相等那個等號 這個等號應該指的就是把後面東西 串接完之後 把它賦予到前面去 所以這個等號應該是叫賦予 OK 所以不太一樣的意思喔 你不要 常常同學看到這個等號 因為以前學的概念跟現在這裡不一樣 所以一直會混淆 OK 所以大概要注意一下 那以後的話 你要慢慢養成習慣喔 就是慢慢知道說 喔 原來 它的概念是把這個後面串完之後的東西 丟到前面去喔 那只是說目前喔 它只丟一個 那如果要丟第二個怎麼做 喔 當然 嗯 其實比較笨的方法是這樣啦 就是複製一個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3 後面呢 這邊也全部改成3 意思就是說 一樣把後面的第3列的東西呢 全部串接完 再幫我放在第3個 執行看看 欸 第3個OK了 有沒有 那第4個怎麼做呢 欸 再複製一個 那改成4 再改下來 那不是改了 總共有101列 那一掛 那可能要改 所以 當然不是要你叫你一直 這個就不叫寫程式啦 這個有點像什麼 也是圖法令剛剛在寫 就是寫程式 所以這個不高明 所以呢 如果你要解決重複性的問題 而且這個重複性是有一個範圍性的 是從2一直到多少呢 這邊Ctrl向下 Ctrl向下就是移動到 這一欄的最下面 Ctrl向下 就是101 OK 所以也就是說 2到101 那我要重複讓它出現 那所以重複讓它出現的話 這個時候 你可能要慢慢有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說 你需要寫一個回圈 那寫在哪裡 我們寫在最上面 一樣按個TAB鍵 哎呀 其實特別重要 這邊把它刪掉 我這邊只是demo給各位 就是大概讓各位知道一下 按個TAB鍵 那如果要重複出現的話 你就打一個Fall 這個Fall指的就是 我要 重複 什麼式 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值 那那個值的話 變成說我要從2到101 你 怎麼樣呢 反覆幫我產生之後 先暫時放在 一個 一個所謂的變數裡面 OK 所以變數值呢 就是裡面的值會改變 它第一次是2嘛 第二次就 3 4一直到101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給它一個變數名稱叫I 通常叫I啦 通常 但你不叫I也可以 你叫A也可以 叫B也可以 OK 理論上習慣叫I 它裡面的值 是從2 空一格 到 101 這樣的敘述特別注意喔 就是 哪一個範圍你告訴它 所以它會把後面這個範圍的值 逐一逐一的丟給它 OK 那Enter兩下 所以這邊打完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這個NAS Fall跟NAS是一對的喔 你有Fall沒有NAS也不對喔 一定有一個Fall就有一個NAS 那這個所謂的NAS的意思是說 它的下一個 所以呢 第一次會產生2 也就是說I的值 第一次 所以從2開始 那NAS 跳到NAS之後的話呢 它跳回去 就變成3 在NAS變4 所以它會一直跳一直跳 這程式有點像在這個區間裡面一直跑 一直換就對了 換2到101 那我們只要把這一行怎麼樣 把它搬到中間 搬的話不用按Ctrl鍵喔 你就選取 我的家 選它 你可以用剪下也可以啦 我習慣用搬的 搬過來 搬過來之後的話呢 另外呢 把這邊NAS放到上面 不過 這樣看起來 不太舒服是說 Fall NAS中間 這個是下一階 所以我的習慣是 在Fall 裡面的話 按一個Tab 它就下一階 有沒有 一階一階一階的啦 OK 這個叫階層概念 那寫程式 這個階層概念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階層的話 看程式很累呀 你看 如果這三行全部都在同一前面的話 或者更多 好像有些人 完全不說 不說 不按Tab的話 看起來更累 所以我 習慣上一定會說牌 OK Fallnet裡面 那再來改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這個2 有沒有 全部都改成i 就可以了 OK 那它就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自動喔 幫你把什麼呢 把裡面的值呢 逐一的替換 因為它是在Fallnet的裡面 Fallnet的這個裡面 所以它這個值喔 會先丟一個2給它 然後它輸出2 換下 NAS就下一個 它又跑回去了 變3 然後變4 變5 一直到 變到101了 好 沒有了 它就到101之後的話 NAS沒有了 它就跳離了 跳離之後就 End Sub就結束了 OK應該 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OK 所以你給它個範圍 好那程式寫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 O不OK了 1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把它怎麼樣 執行一下 全部OK了 那看一下是不是到 Ctrl向下 101停下來 OK 應該可以 看懂這意思啦 不過有時候回圈 對一般來說是 比較不容易理解 因為你的頭腦裡面沒有這種東西 電腦才有 所以人腦沒有 所以人腦不喜歡做寵物的事情 但是電腦卻是它最專長的 所以以後你要做寵物的事情 記得要交給電腦 千萬不要自己來 OK 只要重複的事情 你就交給電腦做就好了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全部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如果還需要一個清除的話 清除的話怎麼寫 其實清除的話 記得把 這一 這一個 這一段程式 Sub到End sub 全部 負置貼過來 所以Ctrl C 或者我希望拖拉 加Ctrl鍵 不用重寫 直接把什麼呢 Sub後面這個叫清除 把這個Sub名稱 改成叫清除 那清除 改哪裡 特別主要只要改個地方 把後面這一段公式 把它變成輸出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的話 特別不是保留空白 沒有東西 怎麼敘述呢 對雙引號兩個 有印象吧 之前我們 這個叫空置串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要 執行的時候 丟第一個給他 裡面不要東西 他就幫我清除 其實就清除的意思 所以這樣執行這個清除 執行 有沒有 門號 除除了 清除 最後如果說你要把這兩個 變成按鈕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先剪下 我們先不要這個 那也是一樣嘛 就是插入什麼按鈕 然後陀拉跟上個禮拜講到一樣 找到門號 這個時候有沒有 門號有出現了 因為他是sab 只要是sab 他都會出現在這個清單裡面 你就把這個門號選起來 複製 然後再把這個名稱 之前講過 複製 再貼一下 然後 再 拉一個 不過 之前有同學說 再拉一個大小不一樣 所以 我是建議 我的技巧是 乾脆你拿這個複製 再到這個旁邊的地方貼上 為什麼貼呢 因為 如果你貼上會長 就是一模一樣大 但是你不是要重複 所以你就可以再按右鍵 重新再指定聚集 重新再指定清除 再複製這個名稱之後的話 那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 基本上 橙色寫完 我看 按下去 OK了 按下去是不是清除 也清除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樣應該寫完了 那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怎麼做 1 我們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門號 加上 4NAS 並且把剛剛那一段 放在他的中間 這邊要加一個 加一個TAP 那範圍的話是 2 到101 然後把這個2改成I 全部都改I OK 你只要看到2 就改I 它就會全部改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在這邊輸出 那再把這一段複製貼過來改清除 這邊後面變清除 最後的話呢 複習上個禮拜的按鈕 OK 好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樣如果你寫完的話 你已經 開始 會寫VBA了 也就以後 在Excel裡面 很多地方 都一定會有 有回圈 也一定會有 類似 就是你把那個 串接完的結果丟到前面 的這種需求 只是未來可能會又再增加一點點複雜的層次 所以 基本的架構 通常 會一定會有回圈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熟練 慢慢慢慢 我們再慢慢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你慢慢會發現 VBA越來越好用 試一下 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